一旦说勇士队赛季初期那会儿 我就全力以赴 向着这个冲击胜利 开竹马力的话 难以想象 今天勇士队能否创造奇迹 不得不说这玩意确实是让人遗憾 要不得人说勇士队管理证公开道歉 也确实应该道歉 没有判定清楚整体形势的前进方向 有数据支撑的 只要是不培养怀死犯 勇士队哪怕拥无不雷 你胜率基本是在七城附近 七城附近足以位列西部地点了 你变成西部前二 今年库里如果领军西部是第3的话 没约基奇什么事 约基奇身边还有个加马尔木雷 打了将近50场 这算少了一点不少 如果今年库里领军之下的勇士 打出了西部第3的战绩 我判断那MVP就是库里的 东部这块呢 乔伦彼得仅仅打了50场比赛 你可以说贴边 但竞争力没有那么十足 看他如今跟约基奇对比当中 也能够看出一样 约基奇呢 出息率高 但是球队战绩呢 看看是西部第3吗 拥有争夺MVP的资格吗 但挺勉强 最后阶段如果不是快船 主动往后说了个文 那么这个绝境队 应该都大概率是上不去的 所以就这环境 其他的一干主流的MVP竞争者呀 没有那么激烈 今年属于是MVP竞争相当这个平淡的一年 大部分顶级球星人 饱受上病困扰 如果今年勇士队赛季之处就是全力整胜 正如勇士管理中道歉那样 很遗憾 没有全力整胜 如果全力整胜呢 今年一方面斯顿库里 差不多啊 就是MVP的真正的领头羊 第一把 没有怀史曼打出73%的胜率啊 就算假如一些意外 百分之六十八九基本能做到 六十八九足以继身细不前伤 那么MVP稳稳当当是库里的 他丹河领军呢 场军得分也不会比现在更低 如果塞基之处库里就是大炮大揽的话 有可能场军得分还会更高 因为现阶段的勇士队就是库里 他得分越高 球队越有希望能赢 这下得分也极其恐怖 个人领军那超级残证 没有杜兰特和克莱唐普神 球队仍然做到这种程度 那就库里一举打碎外界 几乎所有任何一个角度的质疑了 借此呢 勇士队也可以凭借 今年库里的强势发尾 在来年呢 争取送走怀史曼 以及森林郎那个选秀权 搭配上克莱唐普神 把他们移走出去 引进来一个 另一个辅佐库里 下一个时代的第二当家 在重进虚约围巾时 三距头框架依旧能够整棍 配合德拉麦德格林 那这一下呢 就能够把库里啊 他的巅峰机 真正完全彻底的充分利用 多理想的 考虑到勒布朗·扎姆斯 已经连迈 凯文·多兰特呢 今年季后赛可以这么讲 算是品的最后一年 来年都难以为及 因为他是属于重伤之后的球员 多兰特呢 倒了 那哈登和欧文 仅仅他俩携手的话 难以说 正贯那么有底气 西部这块 勒布朗·扎姆斯 年纪也见长 那剩余这个时代 可能说就是 诶 斯顿库里啊 真说有 合适的左右臂膀的话 差不多能有 更好的想象和作为 这下库里也不用挪地方了 我就原地正贯就可以了 多理想 错过了 点赞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